小腸仔 哎呀,沒有太炭腦了 只用柴,藥就用柴來燒 都可以,不會特別黑 夜媽媽來碼頭 你猜真是貪 貪好玩嗎 因為,Camp site 始終都收不到 data 結果,兩條貿易就要走來碼頭 這裏是最近對面岸的地方 因為對面有民居 那裏的data就可以 在湖那裏也可以 但一回去,Camp site 就不行 所以我們兩條人走來這裏 查郵件,或者回覆留言 上載影片等等 好了,攪了一個多小時 現在是晚上12點20分 還要趕著睡覺 明早5點半 現在太陽比較遲才出來 對呀,我們就要在太陽出之前 就要下船 好了,今天一早起床 現在就沒什麼風了 可以慢慢試了 但我們都是同時間競賽 因為很多魚都是在凌晨這個時候 正好起床 待會太陽出來 角度高一點點 又會比較疏口 現在我們就 不妨看看風景先 我希望可以直接 聽我說話的時候 開始攪著機 釣魚給你們看一下 不過 不太容易 換了一個位置 去第二個地方 洗開一點點 在這裏試試看 前面見到那些都是 康德 那天就有個唐人在那裏 住的 就在自己對出這個位置 釣一天 有時 好像我上次 我們有一次去 參加旅行團 去西班牙和葡萄牙 收音機 節目主持人 阿偶 都有 偶有份去 都幾好玩 整個旅程 但是呢 又體會到 那次第一次去歐洲 都不是第一次 對 去上次去那裏 那裏 覺得呢 整個 西班牙 去之前就想著 哇 海鮮 那些近沿岸的國家 當然有很多海鮮 去到市場 餐館 見到那些海鮮呢 全部都是 只是冰線 他們只是放冰面那裏 放得靚靚的 不是說 我們中國人想像中 要游水 有東西養住 會動的那些 就是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他們的海鮮就是 就是放冰面頭 就是海鮮 不需要養住的 對不對 就是他們的態度是不同的 而中國人呢 要去到很極致的 一定要是動的 那另外一個看法呢 就是去餐館吃東西 那 開頭好像 很不習慣 但是 吃了兩次 就發覺很方便 他們呢 會把餐牌的價錢 連同 連同小費 連同稅 寫出來 那就是說 譬如你去 一碟炒飯 可能是10元 那你吃完之後呢 你總共就是放下10元 就天公地道 裏面已經有了消售稅 有了小費 如果你當然額外給 你喜歡 我再放多1元 變了11元 沒問題 但你放下10元 完全沒有人會說你 那有一次呢 我去吃了個飯 好像7元 因為我們習慣 只要放下8元 就走 但是老闆是 很奇怪的眼光 很奇怪 差不多想追著你 追著你出門口 要找回1元給你 那些小店 你真的會覺得 那就好 其實OK 你的國家有銷售稅 沒有問題 要給小費 沒有問題 你裂好了價錢 那給的那個呢 也都清楚了 我銀包裡面有多少錢 那我就吃多少錢的東西 那其實很合理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北美洲要搞到分開來算 搞到最近 我們那個谷友 我們谷友就很生氣 某酒樓 但谷友就看錯單 要以為數字不同了 其實真的 我譬如 我黑餃3元 燒賣4元 那你就加下去 加到最後 總數就是了 每樣東西的價錢 已經有了小費和稅 我看到有隻鷹在天上飛 隨時看看 有沒有什麼兔子 不會死 跑了出來 那它就會苦衝下去 是啊 我們那處 是 隨時都是計算的 哪怕你有不同的稅 有不同的號碼 那你 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有10元一碟炒飯 加多倫多 跟著你給稅 跟著你再給小費 你出門口 可能是12.5元 或者13元 那你就直接寫13元 在餐牌裡 還有有些人呢 經常都不明白 到底稅 應該是給 就是小費 應該是給 加上稅之後 那個總數 再給小費 還是 食物 正是計算食物 那個數字 還未計算稅 就用那個 那個數字來計算 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 怎麼搞這麼複雜 一個數字過 哇 大家看看 現在鏡頭看到那間 庭園 幾句好看 木結構 兩個 主桌 的廳 肯定是 玻璃一路直上 就是這樣 這間屋就好 對 Walk Out 對 背市民 外面有個大壁 後面有些船 這裏如果要購物的 最近 就要是去Omimi 買少許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可以出去 Lince 或者Peterborough 都OK Peterborough要20分鐘車 這時也要 現在離開營地了 今天也釣不到魚 沒有什麼收穫 現在早點出去 出去回去Peterborough 那裏 看看有什麼可以拍攝 Peterborough有幾個景點 都不錯 一個就是 那個升降的水閘 整隻船升降 另外一個就是 有個免費的動物公園 另外一個自助餐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疫情 但以後你們來到Peterborough 這間屋可以的